上集拔萃南书院附属小学的罗校长 跟我分享了他的教学理念 和学校的文化 而今集我就会和罗校长 探讨一下家长最关心的议题 就是小一收生的准则 和校长被家长的建议 我想最多家长想问的 这家名校有几千个学生 你们如何评估学生 每个学生都做了很多 外联系活动 因为DBS也很着重全人法治 但会否这方面特别着重呢 其实不是的 我们叫100分满分 我们有85分放在两轮面试上 所以我们着重学生 两轮面试的职场表现 反而有10分 就是同学后的联系 包括了爸爸是救生 哥哥是读学书 或者是学会的教会 是10分 剩下5分 就是幼稚园的成绩表 和加上科学活动的表现 所以这方面我们拜得很少 因为我们不想给太大压力的家长 要学小朋友幼稚园 K1 K2都要参加很多兴趣班 所以我们把这个分数减到最少 就是那85%的面试 其实这些男孩的五六岁 你真不知道那一天的状态是怎样的 那你觉得家长可以怎样去培养他们 让他们那两次面试的时候都可以发挥水准呢 我想家长应该尽量由小朋友很小的时间 给予多些机会去接触不同的事物 尽量去多些鼓励他 我想发挥小朋友的兴趣和专场 你真的给大量的鼓励 让他有个自信心 我们看他就是一个好奇的心 和他的自信心 他来到去发挥自己的自我一面 他尽量去答每天都给很高分 所以其实不一定要比赛 拿很多奖 不需要 而是那个过程 他真的觉得有个自信心 有个好奇心 他自己是想做这一件事更加重要 很多人都觉得DBS是一个资源 很充足的直资学校 那基层的学生入读会不会有困难呢 每一间直资学校都有一个学费減免计划 DBS都有 我们的学费減免计划的范围 包括了減免学费 还有它的课外活动 或者是将来的游客团 我们都给很大的资助 我记得有个例子 一几年前 或者是十几年前 有一个学生 他很小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的音乐很有才华 他来自一个单身的家庭 大概在一二年班的时候 他爸爸已经不在了 他三年班的时间 我们帮他 就插班进来不稅 他本来是一间中文小学 进来第一年 当然不太习惯 什么都用英文上 但他是一年时间以内 他就追回所有其他同学的程度 我们有一年 他应该五年班的时间 我们就邀请他参加到英国的游客团 他告诉我 他是第一次坐飞机 那是谁给到这个费用呢 学校 学校都给了 是不是很好呢 学校所有其他的活动都帮他 加上学费 因为他不会少了那方面的机会 没错 说真的 旧生自己的小孩 报读都差崩头 那机座学生是否要 一定有些东西很厉害 一个亮点才能进来呢 又不是的 当然我们一年班就是面试 很多机晨的学生 他说话是可以很厉害的 希望我们不会看他有字语 也不会看家庭背景 考面试的时间 就是看他当日的表现 你也说过 学校很重视全人发展 但是有些学生音乐很厉害 体育很厉害 但是可能时间分配上 学术方面欠缺一点 成绩可能低一点 那学校会怎么培养这班学生 或者会不会令他们自信心 会比较低呢 在这个学校里面 其实我的学生当中 很多都是音乐体育 读书都很厉害的 可能他们时间分配得很好 所以他们做什么 其实他们有一定的水准 但是也是一批学生 可能他们读书没有那么厉害 他们有很多时间 可能他们参加那些训练 一个星期去训练五日六日 他们会用很多时间去训练身上 当然我们要帮这班学生 所以我们课后也有一些要补课 我们现在有中文 英文 数学 和普通话的补课 老师其实也看回这些学生 如果真的在功课上 有什么做不到 或者是欠教 我们追得很厉害的 在这里做完 起码他的学术水平 有一个 起码我们要做合适的程度 和接受的程度 劳学长 现在世界转得很快 人财需求也不同了 其实教育和将来社会 要接轨的 你觉得DBS如何帮助学生 还有你给什么提供家长 可以加校合作地帮助学生 培训到未来准备的学生 每个小朋友会有自己的特质 有自己的长处 我们作为学校或者家长 我们很重要的任务 我觉得就是要帮小朋友去发掘 和发展他的所长 每个师傅的尤其是每个人的独特 如果你给他机会 他真是去发展他的长处 变成他的优势 每个同学都有不同的优势 不同的长处 你成为大后 团队的一个 集合就会很大 让他们可以持续 是一个生命的学生 他们如果要学习的东西 可以自己去找很多资料 去持续的进步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支持 多謝劉校長 我們說得很好 Lifelong Learning 以前是讀十幾年書 其實現在是六十年的課程 MIT都出了一本書 還有現在這個世代的小孩 就是要resourceful 懂得找資料 懂得充實自己 多謝劉校長今天的分享 Thank you